喝杯咖啡 吃个甜点 休息下吧 大口大口吃美食 还吃得又急又快 小心火烧心 胃食道逆流找上门 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 曾经得过胃食道逆流治愈 还因此戒掉最爱的咖啡跟饮料 没想到近来不舒服症状再度出现 甚至还造成食道发炎 造成他又有火烧心的感觉 就是胸口有灼热感 造成他影响他夜间的睡眠 他也有研究发现影响到夜间睡眠的话 那代表有更高造成食道癌的风险 经过胃镜的检查 他有比两年前更加严重 那我们有到应该已经 ABCD已经是B级的程度 发炎的长度小于0.5公分的话 算是A级 那现在已经超过了 所以算是B级 除了症状比以往还要严重 医师也发现原本身高176公分 体重75公斤的病患 两年内体重也暴增15公斤 增加胃食道逆流风险 肥胖或体重过重 腹腔内的压力会增加 造成胃排空会受到阻碍 所以就容易造成胃食道逆流 所以最常见的 除了一些饮食的部分 还要注意 如果有体重过重的情形 一定要控制好体重 肥胖的话 可能发生胃食道逆流机会 是没有肥胖的人的三倍 治疗胃食道逆流 目前药物就能得到良好效果 不过医师还是要提醒 想要根治 就必须得要从生活作息 全面检视 像是避免烟酒 辛辣跟快速进食 同时还要控制体重 尤其近来正值睡末尾牙期间 民众大吃大喝机会变多 一定要留意食量跟速度 避免引发胃食道逆流上升 记者顾参永 蔡芳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